可是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接下来这两个月 因为7月的时候 泰国还是要举行大选嘛 在这段期间之内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以目前的情势来看 就是看看说 比如说假设反对派他们的 他们的主张成立获胜了 就是结果 结果就是成立一个 非民选的临时政府的话 那红杉军我想应该是 没有办法忍受的 他可能就冲进去 因为现在虽然听起来 他们是在外面集结 但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根据一些 比如说我们驻泰代表处的 一些长期驻泰那边 他们观察这几年的 这个红杉军 黄杉军的这个情势发展 他们是认为这两个礼拜 本来就认为这一两个礼拜 红杉军不会进去 因为他们在集结 他们是从泰国各地要集过来的 他们要集成一股 一个完整的势力以后 才一起冲进去 所以现在我觉得是 有点暴风雨前的宁静 可是如果这个临时政府 就是这个反对派要求的 这个非民选临时政府 没有成立的话 就是大家就是继续 这个僵在这里 一直到七月大选的话 也许有可能 红杉军就是在外面等 大家都等嘛 你黄杉军你要占领曼谷 那我就把曼谷外面的包起来 然后就维持一个 有点类似恐怖平衡 就是然后那军方 也不会擅自的 擅自的就是出动 因为你也找不到一个出动 或者是镇压 或者是什么的理由 所以这个情况可能就是 如果没有成立一个 非民选的临时政府的话 可能就是还是会这样子 很诡异的对峙 然后但是随时有可能 会因为一些冲突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 黄杉军的阵营被人家丢了什么 丢了一些榴弹 对丢了一些榴弹 会暴猎物这样 然后就引发黄杉军的不满 然后会不会就跟 红杉军冲突这样 就是假设非民选的 临时政府没有成立的话 但是红杉军和黄杉军的对峙 在7月大选前是不可能会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会 好像就各自解散 恢复平静不会 然后他就是有点类似 就是紧绷着一触几发 然后有一点擦枪走火的话 可能就会升高 他的这个危机这样子 恐怖平衡 现在是风雨前的平静 可能各界真的都是要在看 不过政治可以说是 分来付去瞬息万变 接下来情绪如何 我们就持续的再来观察 谢谢光辞帮我们做的分析